继续来看报道电影的消息 业政烟修国路 手朵严重的冲击 原本因为蛋糕沙滩 成为一万管工经典的报道海上巴塾 已经停航四十天 业者靠不堪言 专典但冠国居定冠阶再责人所 突破困境只要 Comedy 大人开行 专典之中雖然食料本经营 但是cü国温挑有基本的收入 是当然最重要的客戴 丹法沙滩是被建在両典家家里面别人 因为点了的时候 大部分都要减的汇水 滴起了后再还流出来 因此负贤水分 打起来非常柔软 就参加海绵蛋糕 同样在店面 这两天成为网红经典之后 但冠军又又带到完工 求是当上的海漂火器物 落下保险海费鞦韆 沙滩排球等候站 叮叮设息 虽然会都可以变成 IG的打卡商品 其实我们现在的想法 就是很简单 让我们的员工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疫情环境当中 我们把原本要出船的人数 降到我们能够支付 到员工的一个薪资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六个人就可以成型 然后来支付说员工的一个薪水 要不然他们真的是生活苦哈哈 这整个一个多月的一个状况 都没有出船的整个状况之下 可能生计会有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整艘船的 船载量的话可以50个人 那现在降到六个人的目的是 第一个为了让一般的小家庭 因为现在有车也不能出来 那小家庭能够出发 所以让六个人 就是一个小家庭的状况之下 能够出游 那如果说以成本来讲 当然是设施不符合成本的 所以还是让游客能够帮我们做一个 如果有来体验的话做一个广告 那也顺便让员工有薪水可以执行给他们做生活的一个 至少一个生活的一个收入这样子 今年虽然没有进行 但是本土疫情严重 有限都没法到增来 报道海上巴士已经开闭40天 但我会说 但没人这段期间虽然有开发一些财配食品 但是收入也没有给完工来生化 因此决定开机跟疫情共存的模式 这段期间只要没有六名大人打坐 海上完工巴士就先行 虽然没符合成本 但是有完工可以收入 起码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亡 这一生本将来是报地点 彩虹报登 再讲吃喝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